有请我们数学系的上伟章老师 一个非常资深 教学非常优秀的老师 跟大家讲讲看 从老师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期望TA能够帮我们做什么 我们期望这座桥梁 是多么漂亮的一座桥梁 也就是说 我们对TA的Job Description 究竟是什么 有请上师 教育长 副教育长 林老师 还有各位新的教学团队里的伙伴 大家早安 好 我是不是该上 电脑不在这里 其实 我昨天下午写了这个 然后放在网页上 然后在这张纸 应该已经发到各位同仁的手里面 在这三页的简短的讲义的后面 最后面是这个网址 所以您如果掉了这张纸的话 以后还是可以继续上网来看一看 其实我应该要写得多一点的 但是我总不能为了今天的演讲 把昨天该教的危机分不交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做了我的教学工作 的准备工作 跟事后的善后工作 这些所有东西都弄完以后 因为我现在在数学系里面 负责12个班 751个学生跟12个教授 还有12加6加22个助教 合在一起做的 危机分联合教学工作的 协调人的这个角色 所以我除了自己要教 四个小时的课以外 我一个星期 我发现我大概 需要多花至少四个小时的时间 做Op Coalinator的工作 那么我的所有这些 Colinator的工作都是例行性的 在星期四做 因为我只有星期四没有课 所以啦 昨天我做完那些例行性的工作 以后就四点半了 所以我要特别向何小姐致歉 我不知道何小姐在哪里 我一直熬到五点半 才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事实上已经够快 我只写了五十分钟 但是我很惊讶地发现 我寄出去以后不到三分钟 他就回信了 他还没下班 然后这个使我非常非常的guilty 因为我自己拖了这个 我该教的工作 所以害得别人不能下班 所以我一开头就先对他 道歉 然后也觉得我们教务处的团队 在最近一两年 其实总觉得教务处的团队 每一位工作人员 都是做到很晚很晚的 中大行政团队真是了不起 好 所以今天这个 其实Job Description 是我在美国做TA的时候 签署的一份文件 我只是借了那个文件 来把它做了一点点的推广 然后以及这个 我做TA也是 虽然没有教务长那么久以前 但是也是蛮久以前了 我想也就是 但是我做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我指的这件事 不是在台湾的大学 BL之后的TA 而是在美国读数学 Penn State的数学系里面的博士班 就读的那六年期间 我大概有四年的时间 做的是TA 另外两年做的是Research Assistant 所以没有接触学生 我在那边受了一些训练 所以今天这个综合的报告 其实前面也许有那么一点点的部分 是想把这个 我在Penn State见到的制度 拿回来也报告给教务长 跟副教务长听 因为我们看起来 中央大学好像才即将要做这件事 我想我们独理工的 包括我跟教务长 我们独理工的人 特别是理的人 大概常常都是美国的外国留学生 然后我们都是靠着TA来过活的 所以我们大概都有这样子 类似的经验 那也都报告给大家听 那这个报告整理的 这个后面一段呢 就是9月8号 我收到何小姐的来信 她整理了 大概在网络上面 询问各位报名的同仁呢 说你最管困扰的三件事情是什么 然后她整理了一些问题 其实那些问题多半是可以浓缩起来的 因为有一些只是不同的说法的同样的问题 所以有挑了一些 我觉得我自己也遇到过 然后我自己也想过的一些想法呢 来这边供大家参考啦 就是因为我们学们非常不同 这个处理的方式可能是非常不一样 只是就是只要有机会 我们就多听听别人怎么做 把自己这个做了觉得成功的 成功的这个做法 也跟各位分享 那这是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所以我想我应该是讲到 11点钟 是不是这样 对 好 因为我现在手上没有电脑可以操作 所以大家就 就看了这个吧 我想也不一定要看的 上面的这张网页 好 Panstate的经验 我记得我到那边签的第一份文件 是一个道德宣言 然后我这边说 我记得有以下项目 第一个就是绝对没有差别待遇 就是你可以对学生非常严格 你也可以对他非常宽松 但是你要怎么做 你就要对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这个看起来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我要老实告诉你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其实一个人要有一个sense of fear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一个人有了一点权势以后 你当了助教 有那么一点权势以后 你如果是一个认真 能够反省自己的人 或是能够客观地观察自己的人的话 你会发现 你发现你自己的丑陋面 你会发现 你也许真的有点想要用你的职权 对付一些你讨厌的人 或者是帮助一些你喜欢的人 请你一定要压抑这个冲动 我告诉你 你会这样做的 我们都不是圣人 而且我们在台湾这个特别一点的 这个社会环境长大 我们太习惯看到有权势的人 做稍微不公平的事情 而习以为常 我要在这边特别先告诉各位 我觉得我在美国 至少我在数学系 或者理学院 或者计算机科学系的 这些求学环境里面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受到歧视 但是如果我进了 我在修法文跟德文的时候 我进了文学院 我进了文学院的教室 然后我听了文学院老师的说话 我觉得他非常的歧视我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跟环境有关的事情 这个 我特别就是要说 我们在台湾长大的环境 虽然我比你们老了二十岁 我的那个环境可能更不fair 我相信现在这个环境不是那么fair 在一旦你做了助教 一旦你有了一点权力在手里面 掌握了别人的一些分数 请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你绝对要公平 就算你多喜欢或多讨厌某一个人 你绝对要公平 第二件事情呢 绝不可以利用这个职权 图利任何人 包括你自己 对不对 我刚刚说的是公平的话 你不见得图利了 但是第二件事情是 你不能图利 因为真的你有可能 可以把一些东西拿出去卖的 对不对 特别是 特别是 硕士班入学考试的考题的价码 应该是最高的 这当然是已经触犯到刑事责任了 在比那个不那么严重的 你也可能可以稍微有点图利 有的时候就是为了你自己跟某人的行事方便 第三呢 这个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我当时在签这个文件的时候 还问了秘书 那个字什么意思 我当年不认识那个字 性骚扰 那两个字 那个女秘书还稍微比手画脚的 形容给我看是什么样子 好 然后当时我懂了 不可以随便这样子 毛手毛脚的 这个意思 anyway 这个我想20年前 台湾可能不注重这件事 现在这个社会上已经非常 sensitive to 不太愉快的这些经验 所以呢 我记得当年签署 那个道德宣言的其中一条 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说 他要我们自己宣称说 我们非常了解 什么样的行为就构成性骚扰 当然其实我当时并不了解 不过 我相信现在在台湾的社会 应该大家有这个尝试 什么样的行为构成性骚扰 那如果这个尝试没有的话 或许 如果教育出将来要给你们准备这个文件的话 他举一些例子 他说得很明白 做什么就是不对的 那么要你宣誓说 我了解 而且我绝对不会做 OK 这一点呢 这三点呢 是我记得我们当初签的这个道德规范 第二点呢 第二个在Penn State的经验是 我们还没有开始教书以前 先 当然我在去美国之前 申请学校的时候 他已经决定给我full time TA 那也就是一个月 当时好像是600块美金的薪水 但是呢 这是系里面决定的 那学校那一集却不一定答应 学校那一集还有一种测验 就叫做Spoken English for这个大概是什么 as a second language之类的 反正我不记得那个全名了 总之就到那边以后就进了 像我们的语言教室 挂上这个耳机 然后又就听里面录音带说的问题 然后再对麦克风回答问题 你知道那时候 我们台湾的社会还没有那种东西啊 我们到那时候看了吓坏了 我对着麦克风讲不出话来的 然后听了那个七七叉叉的 那个声音的耳机 也找不懂他在说什么 等我完全进入状况的时候 已经过掉一半了 然后我的考试就是考了C级 就是最烂的一级 最烂的一级呢 是根本不准你上台的 就是我们上台还有两级 等一下我说 只准你做breader的工作 改作业 这个对数学系来说 是一个很亏本的事情 他花600块钱 顾虑改作业 但是美国这个学校 他们也认了 好这个人英文太烂了 所以我们就只给他改作业就好了 那事实上 我有不少同学还蛮乐意 做改作业的人 所以他们常常故意不过 那么这个当时是这样 要分成三级 最低那一级呢 只能改作业 然后针对每一级的学生呢 有免费的这个TA训练课程 对不起 那还不是TA训练课程 那就是英语的口语训练课程 因为我们学校是个很大的学校 有那种 就是专门学教英文 就像的那种系 那里面就有很多 很多那个TA 然后就来教我们这些外国人 对 拿我们做实验品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 美国人就是一个 他们规定的很清楚 但是他们也非常有人性 有弹性的一个社会 我刚到那边 就有很多很多的感触 一件事就是这一件事 我被分到最低落那一级 但我觉得我英文 其实没有那么差 然后等我进了那个教室 那是个非常小班的教室 一个美国籍的TA 带着我们大概六七个 都是亚洲人 其实除了一个韩国人以外 全是中国人 在那就是开始对谈 讲话 然后他叫我们谈一谈 我们学什么东西 然后叫我们说一说 就在你们每一个人的 那一个本科里面 说一个他听得懂的东西 然后我就说了一个 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个 魔术方块的玩法 那么他听了津津有味 然后就突然跟我说 我觉得你英文没那么差 我说我也这么觉得 那他说你是怎么回事呢 我就跟他说我刚刚说的那些话 我根本就是看那个机器 我还害怕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说话 如何如何的 而且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那个TA后来就是这样子 帮我写了一个推荐系 他说我这个人 在日常生活的对谈的时候 他举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我去bar里面的话 我可能不太能说话 酒吧里面的话 但是他说这个人 如果讲数学的话 就很流利 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应该可以直接升级 所以我在他那个班上 待不到三个礼拜 我就进到了最高级的A级班 然后在那边就顺利的 这个一个学期里面通过了 本来应该用三个学期 来学的这个英语表达的训练课程 那么我觉得在台湾 在中大 当然现在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我们并没有要求TA 将来也许会 并没有要求TA 用英语收课 那各位的国语表达能力 应该也都不需要再去测验了 但是我相信 还是有一些基本的门槛 是需要有校级的单位 而不是各系 在管理他的教学专业的 那个那一级的单位 在校级的单位 应该有对这个人的谈吐 仪表 还有基本的书写能力 书写也是一种表达 这个在美国做TA的时候 并没有受到测试 他只关心我们的这个口语表达 所以应该有这么样一点的 这个基本的这个门槛 然后有基本的训练 然后基本而免费的训练 那我听说教务处想要对TA发证照 我想这个证照应该包含这样的一点点的 简定和训练 那么这个ABC级的这个 这个英语表达能力测验通过之后 我们还要再上一个实习课 这就有点像我们在中央大学 教育学生的学生上这个 什么什么课教材教法的那个味道 或是教学实习的那个课的味道 这也是一学期的课 这里面有两个Faculty Members 在带这个课 这两个Faculty Members 一个是来自于 就是像林信荣教授那种 这个有关教学的 就是真正是来自教学单位 就是研究教学的 或是专门管理TA的一个组织里面的人 当时是一位太太 五十几岁的老这个妇人 另外一位呢 就要来自数学系 就我参加的那个课程而言 就要来自你的专业系所 那么Penn State的数学系 掌管一百六十门课 全校一百六十门课 为积分三个学期的为积分 一个学期的向量分析 两个学期的线性怠数 一个学期的常微分方程 一个学期的偏微分方程 全部是数学系的责任 数学系要开一百六十多门课 给全校去开的这个 还有一个学期的数值分析 所以Penn State有那么一个Faculty 就是他其实 我不知道他的正式开头是什么 他是个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但是他在这个职位上 从我去到离开 就是永远只有那一个人 他就是管那一百六十门课 他就是make sure 这一百六十门课的品质 是恰当的 那么那一位老师呢 就在我们这个TA的实习课程里面 那这个到了那个课的话 我们大概就没有什么可以混的 我们就是要上台讲数学了 那也不能讲一些 这个外行人听的数学 你要上台去讲 要真的讲数学 那底下的那位教授是真的听得懂 你是胡舟的还是 还是这个讲的对不对 因为是有专业人士在场 那么那个专业人士呢 就是专业的教授 跟另外一位教学专业的教授 一起在我们的课堂上 跟我们说什么教书 当然他们不一定每一次都一起来 有的时候他们是轮流出现 那么我记得我讲了两次 很多同学讲了三次的这个微型教学 就是假装你在教一门课啦 然后全程的录影 而且是两支录影机录影 然后录影完了以后 就到这个 就另外约一个private的时间 跟老师坐在电视机前面 看着录影带 然后一一检讨 你在刚才这个前面这个录影 说教学的过程中的 这个好的或不好的地方 那大部分的同学都是讲三遍 然后那个教授说 我已经够了 我就只要讲两遍 录两遍 事实上我录的第二遍 跟他private meeting的时候 根本录影机没有打开 他就在跟我聊台湾的故事 那在这个教学实习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话 这两位教授 尤其是我们数学系的那位教授 经常在说的 都已经被我们变成格言了 这些格言呢 就是以下我还记得这几件事情 事实上我刚刚坐在那边 又想起第六件事情 因为我听 我听这个教务长讲话的时候 我又想起一件事情 我等一下再补充给你们 第一个 eye contact 这个你如果对着黑板 讲了三十秒的话 后面的教授就叫你了 eye contact 你就赶快回头 然后看着他 然后你就 就是要有这个习惯 就是你不能够对着黑板 超过三十秒 你就是要回过头来看看大家 到底有没有在follow 你在讲的事情 何况你对着黑板一直写的时候 你挡住了所有你写的字 那是没有意思的 更何况我们在Penn State教授的时候 那两位教授非常注重版书 第二点就是 write everything down on the blackboard 就是你说什么全部要写下来 你不要在这边呱呱呱呱 像我现在什么也没写下来 不过其实都写在那里了 不过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老实说 我在台湾上课的时候 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话实在是说太多了 而且有的时候 我只在讲故事而已 这个讲故事的时候 学生都很专心 所以你也不需要都写下来 但是这个原则是应该要有的 那当时我们受这样的训练 要我们一定要write everything down 这个其实是针对我们这些外国人说的 因为我们说的话 学生说不定听不懂 所以我们说完以后 赶快回头去把那个话写下来 那这个不管在 不管你用第二语言来教书 还是用你的母语来教书 这个原则我相信都是很重要的 相信等一下林兴隆老师 还会告诉我们在微型教学 或者你其他有教学的训练机会 不只是你要把它写下来 你还要写得干净利落漂亮 你还要整齐 然后现在在理工学院的 大部分的教室里面都有活动黑板 你要善用那个活动黑板 你用一小片黑板 把这一堂或两堂课 需要用到的公式 理论 或是一些关键点 把它非常简明二要地 写在那一片小板板上面 然后在大的板子上面 做一些理论推导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那个小板子 一直去来回地看那个小板子 这样子让学生的这个印象深刻 而且长达几个星期的数学 或是理论上面的发展 也许真正的那个大理论 要过三个礼拜才会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用一个小板子 去记着过去一周 过去两周 陆陆续续累积起来的一些知识 让那个板子永远放在上面 让学生可以随时去看 这些都是用板书的一些技巧 第三呢 这个reach the whole class 就是特别 比如说这间教室 这么大一间 他这句话特别是在告诉我们说 音量要够大 不过现在有了麦克风 就不太在乎这个事情 否则的话 你要非常注意 在这边如果有二十个人 你就要确定最尾巴 那个第二十个人 听得到你的声音 如果有六十个人 那就惨了 如果没有麦克风的话 你要确定这个教室里面的六十个人 都听得到你的声音 但是如果这个教室真的很大 又加上教室外面有很多施工的声音的话 我最近教的微积分都是这样子 这时候你就也许对自己nice一点 你要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 你要去跟他们戏办说 我要麦克风 你就是很大胆的 就是要去跟教学单位 不管是谁负责那间教室的 这是他们的责任 要把这间教室 做成一个教学环境给我们 你不要跟在那里 你如果撑在那个地方的话 大家都不好受 第四点 Teaching is refreshing 这是我们那一位数学系的教授 一天到晚说的话 他每次都跟我说 听不懂 你们再解释一次 如果你说的话跟刚才一样的话 你就完了 他说我就是听不懂你这样说 那你再重说一遍 我还是听不懂 我并不是听不懂你的英文 我并不是听不懂你的字 我就是不懂你在说什么 所以做助教或做老师的 你要准备一缸子的例子 这个讲不通 你再换另外一个 再换另外一个 孔子说迎客而后进 特别在我们学礼的环境里面 特别是这样子 如果你发现学生这里真的不懂的话 你要很熟练的知道 他前面一定有一个洞是空的 他一定有一个更简单的事情不懂 那你作为老师或TA的 你要特别熟练这件事情 这个地方不懂 他通常是哪个地方有一个洞 然后你就要回到那个洞那边去 帮他补上那个洞 而不是在这边一再地用同样的说法 放慢声音 或者放温柔你的声音 再重说一遍 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你要换一个说法 重说一次 第五点 repeat a question 如果有一个学生问你问题 通常学生的声音不够大 他就好像在跟你对谈一样 呱呱呱就跟你问 然后你就呱呱呱跟他回答了 全班其他49个人 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OK 所以当老师遇到学生 问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要用你的高竿的组织能力 表达能力 把他的问题解明二要的重说一遍 让全班都知道现在有什么问题 然后你再开始回答问题 当你在重说组织那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偷偷在想怎么回答 会最漂亮 对不对 给你自己一点时间 把这个问题自己也整理一遍 好 那我刚刚想到的第六点 就是也是我们那一位数学系的教授 我常常在底下骂我们的 For example 他就会这样大叫 每当你讲完一件事情 要讲下一件事 你没有举例的话 他就会说 For example 你要举例 每一个抽象的观念 每一个稍微有一点点用的观念 或者是 或者是在我们数学里的一种解题的方法 或者是做法 或者是公式 你只要说完了 就要给例子 就要给一个例子 好 那么在我们上这个数学的TA的实习课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已经可以不用改作业了 我们可以担任演习课的助教 其实我们 其实在国外当博士班 博士班学生的助教是上台讲课的 所以我就说是教师好了 其实我们的薪水身份是TA 但其实做的事情也是一个instructor 那么但是这个TA分成三个等级的工作 最低那个等级 我刚刚说的就是grader 其实就只有改作业和小考 连其中期末考都没有资格改 只有小考跟作业而已 那中间那个等级 就是上recitation classes 就是演习课 在Penn State的做法 当然听说哈佛也不是这样做 这跟各个学校不太一样 哈佛是真的一个很大牌的教授 就去上一门35个人 坐在底下的维基分课 在Penn State呢 是一个很大牌的教授 教200个学生坐在这边上维基分课 然后把这些学生拆成30到35 不会超过35的这种不等的小班 打散下去给TA做演习课 所以一个星期他们有六节维基分课 四节到大礼堂里面去上教授的课 两节到小教室里面去上 最多只有35个人一班的演习课 那我们在做实习训练的时候 就是去教这样子的演习课 那大部分人积分的演习课 但是不一定 因为我刚刚说过 数学系提供160门的数学课 在Penn State这个整个校园里面 所以我们其实有可能上别的演习课 那这个演习课的每班人数 我刚刚说过是不超过35人的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人数 大概是在那边已经习惯这个人数 所以这个人数 你真的是蛮容易觉得自己可以 actually reach everybody 就是你真的可以看到每一个人 照顾每一个人 而且他们不会想要抄袭作业 因为35个以下的人 是抄袭作业是危险太大了 是看得出来的 那而且呢 当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刚刚说的那一位负责 这个大学部授课的那位副教授 他会随时突袭检查 动不动就进来坐个五分钟 再换到另外一间去 那事实上 事实上我们那边有一个 哈佛毕业的assistant professor 他有一次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也说他每次看到那位教授 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小学生 他好怕他 就是每次上课的时候就很怕 外面他从旁边走过 是不是又来看什么东西 其实这位教授 他要make sure 160门课的水准是好的 他不只在factor我们这些TA而已 他其实看所有的课 包括教授在内 他都去看你们的授课实况 好 最后一点是跟我的 就是从title这边来的 这是一个job description 这其实是一份正式的文件 签署的对方是我们的系主任 不是学校 是系主任 因为每一个系 顾TA要他做什么事情 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合同 这个合约上面 债民的权利义务 告诉我我每个月 几月 每个月的第一天会收到多少钱 好像不是第一天 好像是最后一天 会收到多少钱 然后连这个联邦会给我 预扣多少税的百分比 都写在上面 然后上面也写着说 预期 他们预期我一个星期 要花多少小时在这上面 然后我应该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的事情 这跟前面说的道德规范 是不一样的 道德规范是你要发誓 这个你要发誓你做得到 这边这个发誓 做不到的话 大概另当别论 看有没有构成什么法律 但是这个合同做不到 应该就是法律 我在Penn State留学的那段期间 有两个成绩还不错的 博士班学生 就是因为代乎职守 就是被退学了 他不是不给你做TA而已 他是连你的博士班研究生的 那个资格都不承认了 都把你退学了 并请高明到别的地方去 他们认为你这样的人将来做了Faculty Member 不会是一个好的教授 就是整个退学了 一个来自希腊 一个来自越南 我当时的两个同学 所以这是很认真的事情 那这相对于我们在教书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认真的 另外一个需要老师或者是助教要做的事 就是开学的第一天或第二 第一节或第二节课 你就应该给学生这个学习的syllabus 就是这就是一个合同 这个合同学生非签不可 除非他退选 就是在我这个课里面 什么样叫做会过 你要做多少作业 要考多少考试 每一次考试占多少分 甚至于每一次考试的范围是什么 对于大班的基础的必修课程 在Penn State是每一门课都这样做的 那job description就类似这个样子 我们签下去就知道我会得到多少收入 我要做多少事情 那举例来说 这个数学系我刚刚说了 这里牵涉到20 我刚刚说22 其实是23 我现在又多到 23个助教 这23个助教在牵涉在 在我们这个维基边联合教学里面 他们分成三大类 随班助教跟上级演习助教 和英文作业助教 随班助教来自于我们数学系的硕士班学生 还有两位是博士班学生 他通常多半都是参与这个教学的教师 自己的研究生 所以他们比较可怜 他们有什么 他不太敢说no 所以这个合约呢 在他们看到以前 我们就 我就说这里不太公平 我自己觉得这有点不太公平 我们并没有先告诉这些助教说 你要是做维基边联合教学的助教 你会累成什么样子 如果你不做联合教学的维基边助教的话 其实你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那这是很不公平的事 但是因为他们多半是我们 这些老师自己的学生 所以也就只好淌这个浑水了 所以他们做了这个助教以后 我们才把他们集合在一起 很明确地告诉他们 我们要不要做什么 平均来说 一个星期会有一份作业 每一份作业你要改120张左右 每一份作业有7题到10题不等 然后我还可以跟他们说 一份作业满分就是10分 你可以非常rough地看过去 不需要仔细地看 我刚刚等一下会提到 评分的规则是什么呢 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比例原则 如果作业只占这个学期的10% 或者甚至于5% 你不值得为他花太多的力气 OK 然后我们也说 这个学期有十四小考 十四小考就要认真改 十四小考改 改十四小考的标准 要像改大学联考的数学那样的标准 老师会把标准答案写下来 每一个步骤占多少分都会写下来 你如果看到不照这个步骤做 而且正确的绝对不能给分数 要拿回来给教授 问这个做法我们怎么分配分数 这个是大学联考 或者指考考数学的时候的 那个阅卷的标准 我们要用这个标准来看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说 两次断考跟期末考不是你们的事 是你们的事 你们要负责兼考 还有小考是你们的事 你们要负责兼考 但是断考的考卷是教授改的 这个就不管你们的事 那就像这一些 就是job description 还有每一个星期你们要做一份报表给老师 就是这个学期的所有牵涉到的成绩作业 这个班级表现怎么样 哪些人缺教了 哪些人得多少分 每个星期要有一份报表 拿出来给收科老师 收科老师在一张A4的纸上面 要看到这一般 在上个星期的一般状况 另外两种助教 我们是上网公告招募的 在招募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把job description写得已经非常清楚了 上级演习助教 在一个学期里面要上十次课 然后他要准备什么样什么样的教材 然后他要准备什么样的作业 然后他收了十次作业以后 他要如何判那些作业的成绩 然后这十次上课 牵涉到哪一些为期分的课题 其实这一些都在雇着一些助教的时候 已经跟他说了 而且跟他们说一个月是六千块 但是我们只给四个月半的薪水 因为发掘不够 然后另外雇了六位英文助教 英文作业助教 那也跟他们说了 我们只顾六个人 全部的学生有七百多人 然后所以我们预期这个学期会有十份英文作业 所以每一份作业 就是每一个助教 碰到每一份作业出来的时候 要改大概120个人的作业 但是我们也说 我们期望这每一份作业 大概不会超过30个英文字 而且我们要他用语言中心的那个工具来改作业 希望每一份作业都能够挑得出来文法错误 评质错误 或者是没有意义的那种错误 还有数学错误 然后在招募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 这些人一定要是中大二三年级的学生 在英文课里面一定是中级或高级 中级要八十分以上 八十五分以上 高级的话要八十分以上 维基分要七十五分以上 这些全部都是JUPS 还有我们的要求的最低标准 那么我觉得要公开公平地做事情 就是要定清楚这些权利义务 好 下一节说的就是 我整理了希望能够对各位有帮助的 这个助教感到困扰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没有依规定交作业 这包括了持交 包括了不交 包括了期末全部交出来 对不对 包括教你写的你没写 你写的别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规定就是规定 是规定的话 你就要非常公平地执行这个规定 但是不要太认真看你的规定 我相信所有的法律 都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遵从 那才是法律 如果今天从外面抄来一个法律 大家都觉得自爱难行 大家都觉得这不是我的生活习惯 如果是有那样的法律的话 那种法律 我是说它是自取其辱 最后一定所有人都违法 没有人办得到 法律一定要来自于这个社会的公约 每一个人都同意 或者绝大部分的人都同意的生活公约 所以如果你在班上面定了一个规定 然后发现这个规定 怎么都实行不下去 你别坚持吧 你与其一个一个的例外 法外开恩 你不如宣布自己错了 承认自己错了 重说你的规定 做一个比较合理的合情的 大家可以接受的 实行的来的规定 所以我只要想要用这个方式来看这个问题 不要去想这些违规的人怎么办 你要做一个大家都能够 遵守规定的规定出来 还有呢 我刚刚就说比例原则跟预备方案 这个预备呢 是办活动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你只要办一个活动 一定要想好预备 还要第一预备 第二预备 对不对 就是碰到这个预备 就是下雨天 不能在超场做事的话 跑超场的话 该怎么办的意思 预备这个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metaphor 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预备方案 当你有一个规定的时候 你就要先想好 这个万一有人真的不能来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对我们维基分联合教学的学生说 我们的两个段考跟期末考 是会考 是或许我们会租 不是租 是借 借秉文堂来考试的 所有学生通过在这边 十个助教在这边看的 当然不可能 这个是做不了七百人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开学第一天发的这个文告 就告诉学生说 你们要非常重视这件事 那个我希望你们怎么重视 你把它当联考一样重视 迟到就是不准进来 忘记了你家的事 生病 你告诉我们派人到医院给你考 OK 没有补考这件事 七百多个人 这就是一个比例原则 七百多个人的事情 我为了一个人找例外吗 没有这回事 但是我们对外是这样说 私下又想说 万一真的有非常非常惨的人 怎么办 那这就是语背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系里面 还没讨论好 但现在基本上的一个倾向是说 这个人就把他那次考试算了 就是他剩下了两次 他总不能三次都不来吧 他把剩下了两次考试 做一个重新分布 这一次就是不考 我就是这个比例原则 就在于这里 我要一个非常公平的考试 我就是要牺牲那一些特例 OK 这个非常公平的考试 可以让七百多个学生 在同一个标准之下来进行测验 我觉得这个效果 远比照顾一两个特例要重要得多 所以我宁愿牺牲他们 所以我就负这个责任 我们就说没有这回事 没有补考 没有重考 什么都没有 你们出去不要跟他们讲说 可能有 就是你说得很硬的时候 但其实你心里面还是有一个 预备 万一真的不行 万一真的很惨很惨 那你要怎么对付这件事情 还有这种 唯一规定教作业 如果这个人跑来求情 跑来跪啊 跑来怎样 我告诉你 做助教总有一个最后的靠山 你的老师 最后你就说 我人为人言轻 我没办法 你找老师去吧 老师就说你找教务长去吧 但是 大家最后就是推 然后赶快出国去 第二呢 作业抄袭 作业抄袭呢 这个我刚刚说了 如果是小班的话 小班我就说大约少于35人 我是觉得是小班 这是我个人经验 小于35人 当然这不是那么严格 不是说36人就不行了 对不对 这小班的话 大概不会有人抄 因为你看得非常清楚 这很容易看得出来 有没有雷同 但是人多的话 的确就非常难以掌管 我碰到教大班的时候 我也不愿意 我的助教 或者我的研究生 花这么多时间去抓 那些抄袭作业的人 所以在开学要教作业之前 我们早就说好了 我的做法是这样 我准你抄啊 我们写论文也可以参考别人的 你只要在后面乖乖的说 这个是参考别人 谁的就好了啊 Quotation 我说你不要说 这一次作业有十题 你有一题用抄的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就算了 OK 如果我能够相信 你只有一题用抄的 那我们大概也看不出来 你有一题用抄的 但是你这一次 如果有蛮多题要抄的话 你干脆整张抄好了 OK 不准用影印 一定要用手抄 所以用电脑教的作业 就没有这个option 如果被认定 电脑作业是抄的 你就是完了 但是还好 在数学系里面 很多作业是要用手写的 所以我们就是规定 你要用手写 然后在你的名字旁边 就明明白白写出来 这份作业抄谁的 他的学号姓名通通写上去 那么大家都好 助教看到这样 就把你放一边 他就只要看那个源头就好了 那个源头几分 打八折给你 OK 那么如果你抄到源头 你抄的不是源头 你抄的是二手的 那就打六四折了 OK 就是这个标准 那么如果有人还要抄呢 这个助教碰到大班的时候 如果助教开始怀疑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很认真的 处罚这个人 那么而且我们在开头 就说好一个 说了一个非常不符合 比例原则的一个处罚 就是说你不要心存侥幸 你被抓到的几率很低 但是那个处罚的 那个承上去以后 可以把你承回来 可以把那个处罚的严重性 承回来 那你一定要处罚的非常严重 现在我们教维基分 那一般七十多个人 我当然就是用这个办法 那我们的处罚原则就是 我一定让你当掉 我会特别看你的期中考卷 我会特别拿出来看 OK 如果我要很认真 看你的期中考卷的话 学生会怕 对不对 我会用我的标准 很认真的看你期中考卷 你去告好了 反正成绩在我手里 OK 我就说你哪 这一题做不对 叫你爸妈来讲 看你爸妈能不能辩论我 说你这题做得对 我就这样很凶的跟他们说 当然这都是苦人的 但是一旦真的抓到人的话 你就是要认真执行一次 你这一个学期抓到一次 就算你把他放过了 训诫一下 这也都是很有效果的 但是你怎么样证实 这个人用抄的 很简单 叫他来做给你看 就是当场做给你看 你总不能说这题 每一题都忘记了吧 上上礼拜的事情 你总不能完全忘记了吧 就是当场做啊 好 这就是这个 我对付作业抄袭的办法 再下面呢 就是说考卷跟作业评分标准 如何能尽量维持相同 那么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试阅 这个也是考大学 这是改大学联考卷子的一个 一个标准程序 那个大学联考 就是数学的卷子进来以后 他们就从好学校 中等学校跟偏远学校 各抽一百张出来 七八百张的考卷 然后那几个试卷 那个月卷委员 就花一天的功夫 看这七八百张 就把这些看过以后 大概心里有数 一般学生会怎么做 有几种不同的做法 这几种不同的做法 列出来你大概 再把它稍微分类一下 说你大概要按照 什么样的标准 来对这不同的做法来给分 这样子就汹涌成竹 你最好是 如果你面对大班的话 最好先试阅 试阅的越多 当然越好了 但你如果全部阅也是好的 第二个办法 就是如果像我们数学系考题 你常常一张考卷 是七八个题目 你就不要一次改一张考卷 你一次改一题 这样还是浪费时间 这样是比较浪费时间 但像我们现在是会考 到时候我们教授 很惨的事情就是 七百五十一张考卷 会分到每一个教授手上 一个人负责一题 那我们苦就苦这么一次 反正就一个学期 就是大家要苦这么一次 那么教授们也都已经心里有数 这个其实段考完了以后 我们要负责一题 每一个人要负责一题 如果你只负责一题的话 那其实这个公平性 是应该比较容易提高的 那还有呢 就是如果你看看看 这特别在做这种 看那种不是数学的题目 是那种比较 深论性的题目的时候 常发生 看看看到一半以后 你突然改变心意了 你被说服了 好吧 这个人这样讲可能是对的 这时候呢 你一定要放下手上的工作 把所有看过的考卷拿回来 立刻拿回来 立刻拿回来 把前面看过的考卷 立刻拿回来 全部用你新的标准 全部再来一遍 这是我觉得在道德上 你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要不然你可能就会 就不公平了 下面一点是协调老师上课时间 这个我非常懂 这什么意思 这个我个人认为 当然这全部是我个人认为 对于大班基础的必修课 这种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 这个老师要出国 他生病了 他生小孩 他就是应该找他的同事代课 我就帮我们一个生小孩的同事 带了半个学期的课 他后来只送我一瓶XO而已 Anyway 另外一个教授 一个男同事 也带了半学期的课 就是代课 你不应该把课掉乱七八糟的 那出国参加研讨会 就是这样代课 像我有时候是出国研讨会 有的时候去登山 长途登山 那种只缺一次课的 我就是写好非常完整的教材教案 叫我的助教拿到班上去照着念 而且我安排这种教材教案的时候 做了很多很多像高中老师做的事情 每讲一个例子就出两道题目 让助教容易混过去 助教就说好 我现在讲解这个东西 然后就说好 现在教育上面都有两个题目 你们做 然后助教就可以省掉十分钟 然后就好 我们告诉你的两题是答案是什么 然后再回来这样做 就是那个课如果助教是能胜认的 我们就写一个教案给助教 让助教去把它做完 如果助教像教育长那么优秀的话 你就说我明天要走了 我说的是老师 你们的话可能就是老师突然就跟你说 我明天不在 你们就赶快上台 这是你们上台的好机会 那么如果实在不行 老师不这样做 他一定要你安排一个补课时间 我是觉得老师在这种时候应该有哑量配合学生的时间 不能说学生挑的时间 老师又说这个我要吃饭 那个我要干嘛 那我觉得我们数学系的老师多半是可以 学生不管挑多烂的学生 只要是老师 因为老师没有来上课要调课的 我们都会配合 如果最后还是不行 你只好多数诀嘛 而且拜托老师那天不要点名 不能点名 不能计分 因为这不是学生的错 他说不定真的那个时间不方便来 如果实在不行 我们就提出术愿 我觉得这是 你觉得自己有道理 你就是应该维护自己的权益 好 做一页习题的解答 这个我们在做助教的时候 我们做的事情 特别是大概数学系的助教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习题解答 写给学生 那现在大部分的基础课程 像维基分 线性代数 大概那个书的作者本身就已经写了习题解答了 那我觉得 做一个认真负责的助教 你不应该把那个习题解答应给学生 或者不应该 或者我应该说 不应该在事前主动的全部的应给学生 你还是要让学生有机会自己走一遍 然后而且我觉得习题解答 特别是书商直接就的教科书 就付给老师的那个习题解答 那不是给学生看的 那里面不见得写得很清楚 那是给有经验的人看的 譬如说是给助教看的 助教在做维基分作业 或者其他这个科目的习题的时候 你也不一定媒体都会做 你碰到你自己不太确定的事情的时候 你赶快去偷看一下习题解答是什么 说不定你还会觉得它是错的 Anyway 那个应该是给你看 你看了以后你懂了 然后你要用学生的程度 你要用学生能够听得懂的程度 用老师的讲法 因为那个习题解答写的解题方式 不见得是你的老师 在课堂上跟学生讲的方式 所以等你看懂了以后 你还要一边配合你的学生 一边要配合你的老师 去把这个习题解答里面 说的那些事情教导出去 所以习题解答呢 如果是外面应来的习题解答 我认为是不应该发给学生 是应该助教自己看 如果助教自己 像刚刚教授讲的 助教自己辛辛苦苦写的解答呢 那也不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给学生 应该在事后给了 就是成绩都公布了 作业都发回去了 小考都发回去了 考件都发回去了 在那之后 你才应该公布 而且你为了 让老师跟未来的助教 有点好处的话 你应该把它留下来 但是不应该公开 像我以前做助教的 我在中原大学 还做过一年助教 我非常后悔 我在那一年写了半本的高维 跟一本的集合论的习题解答 后来等我回来当教授的时候 我发现全部都还在 那我觉得那个老师 都被蒙在鼓里了五六年 他都不晓得其实已经有一套解答了 这其实对未来的学弟 你自己的学弟妹 是不好的事情 你应该留下来 但是应该偷偷地留下来 交给你的后面一任 但是大家要说好 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 这是我们的职业秘密 这个职业秘密 不能随便地泄露出去 还有最后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三个 评分的重点 这个我想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公平就是重要了 你只要非常公平就好了 你不用担心你太严或太松 只要非常公平就好了 到了最后 你总有办法 开根号乘以时或干嘛的 你总有办法 大家做一个统计上 有道理的调整 我刚刚说开根号乘以时 是纯属的开玩笑 千万不要这样做 这是非常没道理的事情 你要做调整分数 一定要有一个统计标准 OK 平均值要大家一起提升 那个开根号乘以时是非线性的 不能维持 不能维持一个公平的标准 好 倒数第二点 提起学生的兴趣 我要说 It's not your job 不关你的事 对不起我说错了 他关你的事 我没有说 It's not your business 我说It's not your job 他不在你的job description里面 今天这个学生不想学这个课 说到最后 我们也许中间 因为出自于教学的良心 我们给他一点点建议 或者我们试图 让他有一点兴趣 继续留在这个班上做下去 但是一切都做不到的时候 其实规定就是规定 他不到那个标准 就是当掉 那不是你的工作 不是你的责任 我想要这样说 今天我们大家在一个教室里 大家自己来报名的这个研讨会 我们的前提就是说 你想要听 我想要讲 对不对 今天我们大家在维基分课里面 要不然你想要学维基分 要不然你必须学维基分 而我来这边的job 是教你维基分 如果你认真学 我没把你教会 那是我失职了 那是我的错 OK 我对学生打成绩不公平 那是我的错 但是你根本不想学 那难道是我的错吗 我一点都不认为 那是我的错 OK 但是出自于教学的良心 我们或许会讲一些故事 讲一些笑话 做一些小丑愚蠢的事情 让这个学生觉得 维基分很有趣 这蛮好玩的 还蛮简单的 OK 那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 It's not your job 但 you can still take it 如果你要take it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 你们现在还是助教 你在你们的专业的学科里面 一定有几个 你觉得教得很好的老师 学生的风品很好的老师 你做到他的课上面去 因为你现在是助教 你或许将来 读博士班的话 你将来就是教授 你就是看看别人怎么讲 教授就是一个表演艺术 这个艺术 所有学艺术 大家都从临摹开始学起 你就是看别人怎么做 然后学着他做 最后当然 最后当然 你就有自己的风格出来 你不用太担心这件事 最后你一定会有 自己的风格出来 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挑几个对象 就去看他怎么做 那么还有呢 狂举例 这个rephrasing 你要讲 对同一件事情 你要有好几种说法 这个东西就随时在累积 随时在想象 随时跟别人交谈 不管是同学 还是你的学生 跟别人交谈的时候 你随时在累积这些 这些资源 对同一件事情 你要有非常多种 不同的说法 你要有非常多种 不同的例子 非常多种不同的例子 那这就是 我个人的话 是在Penn State留学的时候 就开始整理这些例子 开始打字打到我的电脑里面去 一样一样的这样 这样存起来 然后把我读过的 这个有关数学家的小故事 或是小的数学上的一些 一些被称为珍珠的那些 小数学的理论 很有趣的东西 就一条条碰到的 就把它记起来 然后打字在 在我的电脑里面 但是用那个软体 因为已经 那个软体已经死掉了 所以我所有的这些资源 全都死掉了 全都从电脑里面拿不出来 这是我恨微软的事情之一 Anyway 只要我打过了 我大概都记得 所以还好 最后呢 就是上课不守秩序 这个我想就算了吧 班级经营 或许等一下 林信楼老师再来说 但是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本来会以为 这是拒绝 大学了 你还要班级经营 但是还真的要 我发现我在数学期 教大一记盖的时候 这学生还真的是 真的需要班级经营 还有在气管系 交过维基分的 那个上学期 我这边真的很奇怪 就这样站起来 走出去讲电话了 好 是需要一点点 但是 我在这方面 的确不能跟你说什么 但我想用另外一个方向 跟你说 有的时候班级太吵 你讲话讲不出 没办法控制这个班 是教学环境的错 如果你可以反省出来 不是你的错 是教学环境的错 你就应该 那就是你可以做 你可以改善教学环境 你这个麦克风 总是不清楚 你就跟系班说 你要换麦克风 你要换接收器 你要换喇叭 你去换这个东西 那像我在教技盖的时候 我发现学生非常不专心 因为我们进了计算机教室 每一个人的座位 都太舒服了 灯一关掉都睡着了 那这是 所以就换椅子 然后呢 还有就是不停地 给他们出那种 当场要做的作业 叫他没时间睡着 还有呢 就是他们做得太松散 一般那种讨论型的教室 桌子太大 太松散 你的声音 你的眼睛 没办法reach 每一个人的时候 有人就掉掉 就睡着 就做白日梦去了 这时候都是教学环境的错 你要设法脱离这个环境 改善那个环境 对 这种秩序上的事情 我知道了 其他的话呢 其实我是一个 板不起脸来的人 我没办法跟学生很凶 虽然我知道我有权有势有法 我可以有多的是办法 可以整学 但其实我都只能瞎瞎他们 所以 至于怎么样用你的权势法 适当的 用你的权势法 来做班级经营呢 我觉得这是太高级的艺术 这是我没办法说的事情 好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